要活得精彩,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啤梨 自在人生大學堂,我們來到營養餐單 健康飲食進階 這麼快已經去到單元三 今天講成人營養餐單 在我身邊有來自新型心營的Kathy,我們的營養師 大家好,菲你好 今天講成人營養餐單 是否分得這麼清楚? 成人、小朋友、老人家是否真的不同? 大家營養餐單 都很不同 最近我發現我媽媽少吃了很多東西 她六十多歲 以前我記得她不是很久 我記得是幾年前,她也吃起碼一碗高一點的飯 我發現她現在吃半碗 她說飽,不想吃 她大了幾年,就真的那幾年 她本身為不為食? 她其實不為食,她是正餐人 我記得她是很營養的 很營養過我的 但現在吃得少,但也很健康 她會健康的 她也是,隨便夾點菜 送一碗飯 送完飯就不吃了 夠了,因為三餐見 她又不拿東西吃了 她可能年紀大了 她告訴我,我覺得消化力這麼高 我不肚餓 她也覺得足夠了 這樣吃又不會太肥 她不想自己太肥,不想有病 她也覺得自己很足夠 又看到她的體型有沒有突然瘦了 或者突然肥了 就是適合她 即是說新陳代謝確實是慢了 那我又想問 是否因為新陳代謝慢了 你的身體從而自然地覺得不需要吸收太多的能量 即是自然地 其實我自己讀了這科這麼久 然後又跟這麼多的客人去聊天 我發現其實我們也是一個人 是很自然的 即是很生物層 即是說我們會受到我們的荷爾蒙影響 即是說荷爾蒙會影響你吃多少東西 你需要多一點的時候 其實身體已經製造了一些分泌 告訴你你要吃東西 很自然的一件事 那如果一個人很大食 那又怎樣計算呢 很胃口 即是說他 例如他是一個勞動性工作的人 他真的會食量大些 例如消防員 他真的 例如我聽過在訓練學堂的消防員 他真的要搶菜食 大家都很大食 他體力勞動自然可能 他的荷爾蒙會設定 需要多一點的能量消耗 那就需要多吃一點 對呀有合理 因為他真的 體能消耗了很多能力 那一些相對地做文職的 是否代表自然的荷爾蒙 令他不用吃那麼多東西 其實相對性都會差一點點 然後不要忘記 我們的腦也會消耗能量 即是說有些人多用一些腦汁 其實他真的會大食一點 即是如果在工作上狂用腦 弄得好 即是由焦到腦敏 即是焦到腦敏 你 自然會肚餓 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胖了我不會怪你 但是我怪我 我正在努力 我正在努力 大家看到 其實我們說腦的消耗量 究竟是不是 想什麼會消耗更多 其實我們一個人的腦的消耗量 佔我們整天的消耗四分之一 你說多不多 四分之一多 真的想不到 我還以為正在做那麼多 其實我們躺在這裡 不動我們喜歡心跳呼吸 維持我們身體的新陳代謝 都需要一定的卡路里 譬如大約我們的體重乘10 譬如我是120磅 那我就應該1200個卡路里 的新陳代謝 然後如果是文職人 就乘1.1 如果是體力勞動再多些 就乘1.2 或者1.3 或者是運動員 即是說大家 其實你們的日常生活 真的直接影響你需要吃什麼 配合不同的餐單 成人的營養餐單 其實大概是怎樣去界定 就是由她的職業開始 這樣就看是男還是女 男士當然要多吃點東西 正常的是嗎 正常的 謝謝你告訴我 女士正常沒有男士需要那麼多 因為只有肌肉量的消耗 即是那些的能量都會是 肌肉是多些的 新陳代謝 會比脂肪更快 所以男士肌肉量是高些的 所以男士的消耗是不是高些 就要多吃點東西 那會不會越多肌肉 就會越消耗 即是需要多吃點東西 應該是這樣 你越多肌肉 就是應該消耗量多些 當然要多吃點 如果多肌肉 但不是做運動的話 就代表不是消耗多了 正常的肌肉是不會消耗的 所以有很多混合 你就提出了 如果我多肌肉 但我有少運動 那不是應該要吃少一點 就應該吃少一點 但是你這樣比較 譬如一個多肌肉和少肌肉的人 多肌肉的人應該吃多點東西 這樣做一個比較 然後多肌肉 而多運動的人 就吃得更多 多肌肉 但是少運動的人 吃少一點 相比 那裏面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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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多肌肉 又要吃多些蛋白質 還是其實都很因人意 都不用的 其實因為我們 即是說 蛋白質 其實就是製造肌肉 那肌肉 如果定了 就是維持的狀態 那我們就是 如果它流失了肌肉 我們補充 那個流失量 這樣就可以了 即是做一個互補的作用就可以了 那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的肌肉 不是一個建立的階段 那又真的不用吃太多 那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成年人 就不用吃太多 但是青年人 他是肌肉正在製造 那是不是應該吃多一點 這樣 這樣 所以那些人發育 就說你吃幾碗飯 對 對比這樣就大一點 譬如一個最健身的人 他想練肌肉 練馬甲線 這樣 練空肌 他那一陣子 真的要吃多一點的蛋白質 但當然 其實不是吃超多就可以 因為超級多 身體吸收不完 其實會由我們的肝 和腎排出來 這樣 有時看到那些大隻佬 真的好像原始人一樣 哈哈 用雞馬甲線 用雞馬甲線 其實 是不是真的這樣 其實 很多時候 教練教授V訓練 都會不斷叫你吃雞蛋 吃雞胸肉 你吃多一點肉 就可以增多一些肌肉 但其實 我看過一個BBC的節目 很有趣 他就說 protein addiction 即是說 上癮 即是蛋白質上癮 他的節目是說什麼呢 很有趣 很有趣 就是說 不同的年齡 不同的職業 就算是很教育的人 他對於喝一個蛋白奶粉 也有一個迷思 就是他有一個國家 就是在澳洲 他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 有一個大學的教授 幫一個 他本身是很教育的 一個 那個叫做什麼呢 物理教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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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做一個實驗 做一個實驗 叫他 首先這兩個星期 都做健身 但這個星期 就喝奶粉 然後另外那兩個星期 都一樣分量的健身 但是就吃正常的飲食均衡 金字塔 然後做出來的結果 原來跟正常均衡飲食 肌肉量是增加得多 比吃奶粉的時段 哎呀 這個又很神奇 即是打破了那些大隻佬 狂喝奶粉 這簡直是一個節目 我將來發給你看 挺有趣的 後來 最後 那個記者再問 究竟這個物理教授師 他會不會 不再吃奶粉 吃回正餐 答案是 他還是再會吃奶粉 哈哈哈哈 即是他明知 都是繼續吃奶粉 對 就是一個迷思 人很奇怪 有時候 告訴你 有些實例 他親身做實驗 真的 哈哈哈哈 都是要這樣回頭 真的 給你再選 記者說 給你再選 你會不會再吃奶粉 他說 我仍然會選奶粉 很堅定 剛剛Kathy說 一些健身的人很喜歡喝奶粉 但其實未必是他得到他所想的東西 不過就習慣了 是的 習慣 或者是傳媒 或者是廣告 或者是 始終可能 訓練也會是 一個職業 可能一個訓練說 兩個訓練說 可能十個訓練再訓 他便會進入腦 還有可能是環境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去過一些 很多人的健身室 進去的時候 每個人都拿著 後面的瓶 類似現在沒有進鏡頭的瓶 那些瓶 嘔嘔嘔嘔 喝一口 又在舉嘔嘔嘔 好像環境每個人都要這樣 也是 你令到覺得 是不是要這樣 因為瓦這瓶 那個人很健碩 以前我有一位客人 也是健美小姐 她也是一個訓練 她有這個迷思 其實除了雞肉和蛋 是80 這兩樣東西 她不吃任何東西 OK 她在比賽前會喝 然後她去到一個地步 她吃其他東西是很內疚 嘩 心理的問題 所以她過來看我 然後幫她調節心態 其實一個人吃正餐 早午晚很重要 之前我們說過 每一餐有 有根字塔 有飯有肉有菜 很正常吃 而且要多種種類 即是甚麼都要吃 人才會有一個滿足感 嗯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只會用一個 我們的 conscious mind 即是顯示意識 去壓抑自己 我要吃這些才對 但她沒有想過 我的感覺 其實有其他東西我很想吃 但她會壓抑住 即是否一個人 你吃的東西 不只是身體 還是心靈的影響 其實很大 很重要 極度影響 極度影響 即是當一個人 剛才我們說荷爾蒙 他提醒你吃 其實他不斷提醒你 你不只是吃雞胸肉和蛋 但是你承認了這些訊息 他不看 然後他會有一天爆發 然後你就會狂吃其他的澱粉質 不過他只是不告訴你 然後他吃完之後又很內疚 然後就開始暴食症 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你有時看到那些客人 香港也很普遍嗎 現在真的很普遍 因為大家都保持健康 但是用錯方法 其實無論看營養師也好 看訓練也好 自己節食也好 吃肉減肥 身同飲食也好 或者是什麼斷食也好 什麼那些叫做什麼 有些是癖焗也好 吃減肥藥 全部都是一些外在的方法 沒有去注意那個心態 都是一個失敗的方法 因為那些方法 都不是一個正常人 日常生活所容易得到的食物 譬如說癖焗或生同飲食 是戒的 是會用戒的心態 遲早一天戒完 沒有理由整個人生這樣戒 戒到什麼時候呢 戒到多少歲呢 或者是算卡路里 其實長遠來說 你是否想著一輩子都算呢 沒有什麼可能 實際的習慣和態度都很重要 有時候很喜歡吃都要給自己吃 但是又懂得戒債 另一方向就是 我們也是要認知究竟我們要怎麼吃 譬如有些人有些迷思 他會覺得通粉其實就好過米粉 有沒有聽過這些 通粉好過米粉 沒有 又或者 譬如我吃粉就好過飯 有聽過 吃碗米線好過吃飯 對 或者是麵包很肥要戒 對 有啊 經常聽的 或者是 我一吃到麵包 我身邊說 蛤 你現在不是吃飯嗎 為什麼吃麵包 我吃飯麵包而已 又說什麼 番薯很肥 對 又說 為什麼你會吃番薯 這麼肥的東西你也會吃 對 其實他們就會收窄了他們的選擇 即是說 如果米粉 有些極度嚴重的暴食症的人 他們就會說 我發現我吃米粉的麵 比吃通粉 嗯 其實他的思維已經扭曲了 其實是 哪樣是 你覺得會不會先 即是吃米粉比吃通粉 對 看你吃多少 如果你吃很多碗米粉 當然一碗米粉和一碗通粉 你覺得是不是真的有分別 一碗米粉和一碗通粉 我覺得差不多 兩樣東西都不是很肥 我覺得 其實 如果有分別的話 去到真的有分別 我就想問一下 不如反問吧 好 另外一個思維 反思維 我覺得 米粉比較瘦 米粉真的比較瘦 你是不是以後不吃通粉 嗯 我會想吃 我其實是一個很喜歡吃東西的人 我會想吃 我忍不住 對 你可能因為要瘦 你永遠都要吃米粉好一點 嗯 你一吃通粉就會肥 我偷吃 我偷吃 你偷吃了之後會內疚 內疚 那怎麼辦呢 不行的 即是說不行 對 不長遠 不長遠 即是你說除非我本身都不喜歡吃通粉 還是算吧 其實如果不是不喜歡的話 其實你人生流流長 每天都要吃東西 即是我的感覺 我的客人其實也挺多說這些 然後我感覺他們好像魚鯉薄冰 即是我動一點就會肥 或者我受不了 或者甚至無法維持 即是魚鯉薄冰到一個位置 我動一點也會錯 那就很害怕 即是其實很多時候 找你的一些客人 他們都 那個 好像對於 過分 過分 反而是營養師 不是說這些 他認識太多 哈哈 營養師反而言 你吃這些吧 不要不吃 吃吧 吃吧 我經常都做這件事 經常做 其實他 但我想我是比較特別 我會覺得在我那裡 我們經常做事 但我聽他們說 去其他地方做 他們的確實 都是會魚鯉薄冰 更多 都是限制吃 限制吃路 千萬不要吃 雞翼 否則你做十日運動 都補不回 那些說話 即是聽得太多了 長遠計也不是辦法 可能要一個成年人 吃下去均衡的營養餐單 其實反而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即是說 其實哪有這麼誇張 差一點點差這麼遠 就算吃米粉低卡 一個吃通粉10卡 這樣一碗 那是否真的這麼大問題 對 對 那怎會真的這麼大問題 如果是就慘了 即是步步為盈了 我想問 會不會一個人 他吃一餐 例如當火腿通粉 或者是火腿通粉 或者是火腿通粉 那樣 那吃一餐 例如欠十幾二十卡 其實是長期這樣吃 都不會令他肥 或者用另一個角度問 不同的人吃同樣份量的食物 可能就算他們同樣身形 也好 會不會吸收都會不同 其實沒有什麼不同 因為我們腸很長 長到去 其實我們通常都會把我們營削的 97%的食物的營養都會吸收 所以沒有人是特別吸收 或者是特別不吸收 哦 我們身體沒有理由這麼蠢 吃了一些東西下去 不要吸收這麼多 哦 心理也不會影響他吸不吸收 因為人是一個 總之有食物 正常來說 不會是不斷供應食物的 我們的設計 我們人的設計 應該是 絕地我們都要生存到的 所以我們是 那條腸很厲害的 我們吸收97%的食物營養 嘩 嘩 只不過我們在當時 那些食物很多 過剩的時候 我們才會衍生到一個想法 就是覺得 會不會有些人吸收一些 有些人會不會吸收 大前提就是 因為你很多東西可以吃 那倒是 給了一個藉口 給了一個藉口自己 或者給了一個藉口別人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比較瘦 確實有些人會比較肥 對 好像很不公平 對 你覺得 為什麼我吃一點肥 人家就好像不是 你直接感覺到 我是 我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其實最主要原因 也有很多因素 除了真的 我們的消耗量 剛才說的活動量 還有你是男人還是女人 你高大一點 還是小一點 之外 原來我們的情緒 也很影響 譬如 我們是不是比較焦慮 還是 我是說明天掉下來 當皮蓋 這些都會有影響 剛剛不斷想 你剛才說的問題 究竟吃一碗米粉 還是吃一碗通粉 這些想一輩子 我都想不到 我還是聽你說的 其實這樣的人 很多人都很擔心 就是焦慮很高 其實是否這麼容易 肥瘦或者營養 其實大家都可能已經忘記了 其實當然我們飲食多元飯很重要 所以一個五谷類來說 包括粥粉麵飯 麵包餅乾 番薯 薯仔 栗子 或者其他麵包餅乾 其實這一堆東西都是屬於五谷類 當然當中有些高卡分子 有些低卡分子 但我的形容通常就是 高卡分子通常都是在加工的食品 所以多數都是餅乾 如果麵包有一些 可能有餡料 當然會高卡一點 沒有餡料會低卡一點 但沒有餡料之中 也有很多種不同的麵包 或者我們還可以吃多些新鮮的五谷類 譬如番薯薯仔 栗子 這些都是一些很有益的 我們叫做複雜的碳水化物 裡面除了澱粉質之外 還有很多的礦物質在裡面 如果我們不吃得多些款式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正正是偏食 嗯 那就是說 其實我們應該要放眼看世界 就算你想想 很多人用減肥兩個字 要減肥 你就不是用什麼都減肥的心態 對 而且放吃那些 譬如吃過番薯 你吃多少番薯會覺得飽 通常 番薯 其實我已經一個飽了 對 拳頭多一點 對 飽了 即是很飽了 真的拳頭多一點 或者飯你吃多少會覺得很飽 飯 正常如果不是很餓 吃一碗都飽了 對 那如果是吃麵呢 麵 吃一碗都很飽 有時外面有些 一個湯碗 對 大半湯碗都飽了 對 大半湯碗 在街上吃的那些是多過我所需的 不計湯 即是說 其實你也不是吃很多五谷類 你已經飽了 對 那飽你還會不會吃東西 不要浪費又吃完它 對 但是去到不要浪費 吃完它吃到很飽 那你還吃不吃得下 吃不下的 但是我還可以吃完它 對 好 即是說 你吃盡量也是吃完那一碗 對 即是不會多點一碗 對 你也吃不下第二碗 吃不下第二碗 即是說 它的熱量是有限 對 你的燃焙的熱量就有限 對 那就不用怕了 那 還有肥人 對 有些東西不飽 但是高熱量 就是 譬如喝東西那些 哦 即是可能汽水 譬如你叫完碗雲吞麵 吃完我飽了 啤梨 我飽了 那你能喝不喝得下 一杯凍奶茶 吃完其實是不能喝的 我以前有些改變了 我認識了Kathy 之後真的改變了 這個 我覺得改變得來是 入了我的生活裡面 就是我以前一定是叫夜喝的 那叫夜喝我習慣了 正常叫 奶茶也好 檸檬也好 那我現在就算叫 有時候一個餐 因為它又包了一杯飽 我不喝好像很浪費 其實我喝水也可以 那我叫酒甜 喝慣了 我也一樣覺得這麼好喝 是 正常來說就是飲品 譬如你喝四杯橙汁先炸 250ml一杯 你喝不喝得下 喝不下 四杯 兩杯 兩杯 250ml有多少 即是水杯仔 普通水杯 頂籠 兩杯 大茶杯 兩杯 但要你強行喝 你喝不喝得下 都喝得下 我喝得下兩杯 奶茶杯到小杯 你會不會喝四杯橙汁飽 不會 就算我飽了 我也覺得自己假飽 要吃點東西 即是你四杯橙汁飽得下 但你還可以再吃東西 對 因為覺得是喝東西 即是還沒吃東西 我想說 其實喝東西不會飽 但你會覺得夠 即是我不想再喝 但你喝得下 你喝得下 但如果一杯橙汁 通常都要三個橙去炸 如果你喝四杯橙汁 可以吃到十二個橙的熱量 這數也挺耐忌的 對 但是你沒有吃到一些渣 那些橙的 平時一個個新鮮的那些渣 對 那些渣 你吃了的話 你就會飽到吐了 是啊 即是說纖維也比飽肚感 所以經常說 吃過新鮮的水果 比喝果汁 對 那你就飽了 又可以吸收纖維 水龍性也好 非水龍性也好 所以有時候出去吃東西 有些餐可能是一碗飯 或是一碗米粉 或是一碗河粉 它還包一個果汁的話 其實這些都蠻爆表的 會變成你那一餐吃了雙倍的熱量 是啊 但可能可以讓你選擇普通一杯茶 還是橙汁 你又叫橙汁覺得比較划算 其實熱量就變多了 是啊 其實真的覺得不划算 哈哈 但是這些久而久之 好像我以前有一個客人 他說早上跑步 跑完步回來 他就放五杯橙汁 嘩 真的 然後他就說 他很解渴 很舒服 很解渴 但是他就因此多了一個 是啤胎 但是他不斷 他每天都喝 每天都喝 每天都跑 其實也挺多運動 但是這樣也有是啤胎 對啊 所以飲食的重要性是 如果以熱量來說 你做運動消耗不了很多 但是喝那些都可以令你增加超多熱量 自己不知道 所以跑步就浪費了 那些街上很多人買了珍珠奶茶 真 嘩 這些就是最好 很好吃 其實我也很喜歡喝 你喜歡喝嗎 我很喜歡 很喜歡的 不過我看完一個Youtube之後 我就不敢再喝 為什麼呢 原來很化學 是嗎?為什麼 我不知道 他那個是一個大陸的節目 然後那裡就是講 珍珠奶茶的真相 首先他就用一個清水 他那個原料就是用一個清水 加不同的化學劑 就做到一杯珍珠奶茶給你 哈哈 哈哈哈哈 他一邊加 首先會加一些調味劑 然後又加一些粉末 變成白色 然後再加一些 如果你要士多啤梨 就加一些士多啤梨味 加一些酸味劑 令到他可以是 有一個士多啤梨的粉紅色 再加上士多啤梨味 那一個觀眾一喝 是我平時喝的士多啤梨奶的味 然後再加上士多啤梨的乳酪 就是加一些魚膠粉 這樣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你要是珍珠奶茶 士多啤梨的珍珠奶茶 就加上那幾粒珍珠 加上糖 對 什麼都製作出來 對 他就說那杯珍珠奶茶的成本 大約五毫子 嘩 那也是挺不健康的 我想說 挺不健康 其實我很喜歡喝的 但是自此之後 我就覺得 原來我喝了一些假的 又有點害怕 是啊 但是很多人喝的 現在還有一些黑糖 是啊 主要珍珠那些 真的是黑糖 現在也好一點 可以請求鮮奶 但是不多不少 如果你譬如喝過玻璃三浦 這個香芋珍珠 你就不要想著 他真的用香芋打爛 然後加上糖 所以其實 也是這樣喝法 其實可能你有選擇 一些 真的看到他用原材料香芋做 這樣就不同說法 那我就會這樣的 我就 經常都心思思 嗯 我會一年給自己發學兩次左右 三次左右 我會給自己發學 我覺得身體應該承受到三四次發學 但是如果你說我很密 我就覺得有些壞身體而已 OK 有時候也要放縱一下 但喝的時候我就會 更加深一點 我也覺得很好味 雖然我知道它是發學 但我也會覺得 哎呀真的有味道 我還沒用我的名字 我可以用 我一次都沒有 哈哈哈 可以用一下 我自己覺得 有時候都是有那個肉念 這樣就去滿足一下自己 這樣也可以 這樣 我們說大圍有八九成健康 都很健康 除了我們正常的男人女人之外 那人婦呢 有沒有一些特別不同的東西要吃 是啊 也很多 因為我生過嬰兒 有兩個女兒 那時候 其實我自己覺得 大肚是比減肥 嗯 辛苦很多 嗯 因為很多事情都很擔心影響寶寶寶 你說我減肥 我吃錯的東西 最多減不了 但是呢 如果大肚的時候 好像影響了我的女兒 我就覺得不好 於是 所折製的東西 反而多了 那時候 你有沒有特地吃什麼 或者不吃什麼 我現在 想起來 其實不用太誇張 不過我以前 第一次拖有時 就比較誇張 嗯 即是早上一抹大眼 起床就馬上煮奶飲 加一隻蛋下去 然後煮滾了 就變成鮮奶加蛋 嗯 然後就吃麵包 也好 或者是吃蕃薯 甚至有時候 我也是煮飯吃 然後再帶飯 然後晚上就回家再煮 即是吃很多餐 是啊 是否很肚餓 想問懷著嬰兒的時候 我就有試過半夜餓醒 真的 是會的 有時也會餓 因為多了生命 要燃燒 應該是一些荷爾蒙分泌令到你這樣 哦 我們很生物邏濕層 我們給了荷爾蒙去控制我們的人 會做什麼反應 那當時來這樣吃這麼多 沒有啊 現在女兒也很美女 你也很美女 這樣的 就是早上吃飯 下午吃飯 晚上吃飯 正餐 吃一塊豬扒 吃飯 又喝碗湯 吃菜 真的很健康 嗯 那其實好啊 你這樣是不是應該這樣 真的好多很多 我是 以前我是 二十多歲的時候 我小時候看藥多病 所以我媽媽很緊張營養 所以她變成營養師 嗯 到長大我其實身體也不太好 因為呢 我在讀書 我就很大壓力那些人來的 哦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個人 我聽話一般 我聽不到書的人來的 嗯 我要看書的 哦 OK 即是上不了課 回家溫書 用很多時間 所以呢 我就會常常 溫很多那些書之後 又不知道是不是出那些 因為通常上課講的應該出那些 是 但我又濃了我聽不到 所以你就好像自修 是的 好像自修 那就變了很大壓力 哈哈 於是個人焦慮得多 壓力一大 其實身體又不好 嗯 其實二十多歲身體不好 十幾二十歲那些 後來呢 因為我拖嬰兒 要這麼努力去吃早午晚三餐 吃得很好 我是那年都沒有病過 拖那個大女兒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病過 那就是說 其實當你早午晚三餐 吃回正常的時候 其實就是最好的 真的 嗯 我也沒有特別吃多東西 因為你知道我見客 很難說 喂 你等我先 然後我吃過三文治 或者我再見你 這樣 我也是一邊做做做說說說 那我就一天三餐 不過呢 我就會相對性 可能我會大口一點 豬扒大口一點飯 喝大碗湯一點 這樣令到自己吸收多了 大約二三百個卡路里 其實就已經足夠了 我又另外有些事情想問 其實現在有很多媽媽 他們餵人奶 那他們吃東西 是否要多吃一些蛋白質 其實這樣 他們都是照常吃飯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是人奶的做法 就是 其實人奶裡面的成份 反而主要都是一些澱粉質 哦 然後就是脂肪 哦 正常吃一碗一碗飯 不用吃特別多 如果不吃飯 還沒有奶 哦 所以反而很多人很緊張 是否喝那碗魚湯會多些奶 其實我聽回來 沒有人說 喝魚湯反而成功有多些奶 反而他們吃多些飯便會有奶 哦 其實是很基本的 好像很原始一樣 是啊 其實想回以前 可能 不知N世代之前 人類不是那麼多知識 吃東西都是吃的很基本 其實那些就是 有那麼多肉食 那些都是餵人奶 以前的農村都是餵人奶 是的 他們有飯吃已經很好 雞蛋也是很寶貴 是的 他們吃的都是豬油渣 哦 所以 豬油拌飯自由 是 是不是 當然 他們不夠很營養 可能真的是 但是他們會不會去到沒有奶 也不會的 嗯 當然我們如果可以再均衡一點 就更加好 但是那個年代真的沒有東西吃 其實都是ok的吃飯 都是有奶的 嗯 那就是說其實 孕婦也好 或者是餵母乳的媽媽 又或者是成年人 其實都是今天聽Kathy所說的 早午晚三餐 均衡 吃正常有飯又有菜 對 醉得大淡一點 大淡一點 其實已經足夠 但是你說半一餓醒了 那些其實通常都是因為 他正餐吃不夠飽 很多時候他們就會覺得 我懷疑寶寶很怕任神堂尿 不要吃那麼多飯 然後吃菜 吃菜多了其實都不能夠甜飽肚 因為只有一些纖維 還有一些澱粉質可以飽肚 嗯 那如果肉類其實很容易消化 然後就會很容易餓了 那當如果真的半夜餓醒那些 其實應該死癮 還是放些東西進肚子裡吃 那時候半夜大肚子 即是肚餓 那我就會煮一隻蛋吃 或者喝一杯奶 或者我放一些栗子 在家裡的現成包裝栗子 我都會吃幾粒栗子 栗子是健脾為補腎的 其實對人父也很好 又或者是放一些麵包 即是隨便吃兩口 不要這麼餓便算了 其實又要睡覺 睡覺比較長胎 不是吃東西長胎 什麼叫做長胎 就是吃東西我們基本上正常吃 嬰兒都會有足夠的營養 可以生長長胎 嗯 但是如果不夠睡覺 就真的很難長胎了 所以休息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通常排治序 我會這樣排 休息第一 吃東西第二 然後運動第三 嘩 香港人就是第一部分 休息 對 香港人出來工作的時間都不想吃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 他們不吃午餐就去健身 對 有些人是這樣 現在我看到 一個小時都會去舉鐵 對 然後有一些人 做完工作很辛苦 到去游泳 去放鬆 其實在我的角度 在不夠休息之下 就算做多少運動都沒有用 所以真的要認真再想一想自己的 每一天的生活的流程 多少時間休息 你是不是吃足均衡的三餐 是不是食物金字塔又跟足 原來就是這麼簡單 這麼基本 今天要在這裡多謝Kathy 跟我們說這個成人營養餐單 多謝 別客氣 自在人生大學 好 睡醒 倍亮 呢 що